大家好,欢迎来到马来西亚旅游出进国的YouTube频道 因为我们最近收到很多关于去马来西亚旅游的 相关查询,就知道大家非常挂注 和很想立即去马来西亚旅游 所以在公布之前,我们就要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究竟可以用什么风食入境马来西亚 和马来西亚2022年最新景点和努力新年的好奇珠 Let's go! 现在可以透过两个风式进入马来西亚旅游 参加了今次GiveAway的朋友们就知道 第一种风式就是佛罗交易的国际旅游气泡计划 大家只要完成疫苗接种 和再完成这四个程序,就可以入境佛罗交易了 第一个就是你要购买佛罗交易的旅游系统 第二个你也要购买包括山冠化业的旅游保险 第三个就是出发两天前就要做好核酸检测 或者RMT的检测 第四个就是你要下载 订阅和Activate MySajatera的健康申报APP 我们都为大家提供了西亚旅行社的联络风式 大家就可以透过他们订购 或者通过香港的旅行社帮你代定 法罗交易都有很多奢华和性价比很高的酒店 还有很多世界之序 包括纳车、天空之橋 大家就可以重温一下我们第一集的介绍 可以逗留的第八天 可以自由潜往所有马来西亚旅游景点旅游 除了EMCO的地区 如果持有香港大区护照的话 就可以在马来西亚逗留三十天 第二个风式就是透过Vaccinated Travel Land 妙旅游通道计划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已经在2021年的11月19日 开始了这个计划 一样不用隔离 任何国节的旅行 如果你已经在新加坡 逗留了14天 和完成了疫苗接种 就可以参加这个计划 而未完成接种的12岁以下的小朋友 就必须要和已经完成了接种的成人一起突破 然后就必须要乘搭 指定的红帆入境 马来西亚和吉隆坡 国际机场 提供这个服务的红帆就包括了 Air Asia亚航 Jetstar Malaysia Airline Malindo Air Scoot 和山虹 出发前 大家就必须要准备以下的这些文件 第一个 你就一样要register 和activate MySegitra 的健康申报APP 第二个 你就要在MySafeTravel 这个平台上面 注册一个account 之后再填回所有的资料 和upload你的疫苗接种的证书 第三个就是保险封面 你就要购买最低赔偿额10万马币 就差不多20万港元的保险 还有就要包括旅游和新冠肺炎 第四个 你就要买定慰程的机票 除非你是马来西亚的永久居密 或者长期证件的持有人 这样你就要在出发前两天做好核酸检测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详情 就可以浏览以下的这个网址 它就提供了很多的 很实用的资讯给大家参考 现在去马来西亚旅游 就可以参观很多新的景点 其中就包括彭坑的 Cameron Flora Park 东南亚第一个La La Port 入住吉隆坡 雪兰岳新开张的Pateling Jaya Escape主题公园 和刚刚才开幕的 幻柄Sky Wall Street Park 在新年期间更可以到 忠诚地乐事欣赏灯火装饰 参加妙会 最难多佛坑山峰 禅寺的发展和灯会 吉隆坡天后供求姻缘 但是人事要密切留意 到时荣宵节 还会有抛金活动 食年饼和拌生等等 这一段时间又来啦 我们现在就用公布得准者的名单 那得准者就记得要Facebook 或者IG inbox那里 就获得奖版的兑换账情 感谢大家的收看 Salamatadanku Malaysia